金出有据 五味无据 我是小玄 您先来收看的是海豚交易室 大家好 欢迎来到海豚交易室 我是Mr.海豚范振宏 那我们就一起先看一下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重点吧 那第一个就是今天指数大跌 AI持续大绕赛 那昨天金融股还抢手大盘 有撑住 那可是今天却不熟了 那后世又该怎么看待呢 是不是又要进入新的一轮大修正了呢 那第二点 超导体来了吗 因为今天整个大盘只有超导体概念股 是红的 而且是非常的强势 那他们有机会成为台股新主流吗 那他们会打开人类的新时代吗 那也跟大家简单的来了解一下 那第三就是法说会重点还是要观察啦 台大电 环球金 昨天都公布了财报 以及对接下来的展望 也有给出了猜测跟一些看法 那到底讲了什么 就是今天的几个重点 好 一样正式开始之前 邦海的按赞 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 那第一个就是指数的部分 今天跌了收盘 还有拉高 收了还是收高 但是还是跌了319点 那个海神群组的朋友观众 都叫海神起床 因为海神每次都说 跌300点在叫我 跌那也200点 就是不要一直随便cue我出来 那今天跌了300点 那贵买指数呢 今天也跌了2.22% 这个幅度相当大 而且今天技术面有比较大的一个破坏 那电子间跌幅就2.24% 跌幅最重 那金融虽然只跌了 还算是用止跌啦 只跌了1.64% 但是这个跌幅也是非常大 所以今天等于说是电子跟金融是奇杀的一个状态 所以导致指数是完全没有支撑 那强势族群呢 就是超导概念股 好像2009的第一童 9927的泰铭 还有电线电缆的华融大山 还有费金属回收的绿电跟金融鼎 那关于这个族群呢 我们后续等一下也会来跟大家做个解析 那我先来看看 拖空头加速好了 我们必须说这个盘是在最近一个半月来说 可以说是不断的给大家希望 隔过两天又给大家一巴掌 甚至两巴掌 海豚是形容啦 说把大家的头按在地上挪叉 这个真的是很痛的感觉 那这个拖空头加速呢 其实在昨天其实基本上是接近黄金交叉了 那今天早上在开盘的时候 还没有开始下叉之前呢 其实拖空头加速是一度出现黄金交叉的 那海豚其实蛮振奋的 因为看到AI股继续跌 可是呢 中小型股表现似乎还OK 甚至有一些股票还有在上涨的 但是呢 过了不到一小时就风雨变色啦 就开始重新 开始出现陆续的下跌 那在盘中呢 甚至 连续大量之后 甚至没有看到任何的反弹之后 开始变成 转变成有点无量下跌的一个状态 就盘中啦 简单来讲就有点像是 盘中的第一段沙盘呢 是有带亮的 这一块呢 是带亮的 明显可以看到这块带亮 但是后面这一段呢 基本上就比较没有亮了 比较没有亮了 所以这个沙盘的状况是 有点恐怖的 似乎是下方没有要承接的一个味道 那贵买自然就跌得更深了 那另外就是 长青的多加速呢 昨天好不容易看到什么 勾起来了 勾起来就有机会形成什么 整个趋势可能是不是要转变了 但这一次今天又重新掉下去了 所以呢 整个说这阵子大家辛苦了 整个说大家辛苦了 那当然说 还好是海淳最近的股票 算是说有点 大家都说 说是被卡基台北盯上 海淳股票有喷的 经常都被狙击 赶紧说掉下来 但是还好 他也至少有先涨了十几二十percent 那最惨最惨 我们就是突破利或是小赔 不至于说变成大赔 这还算是 不能说他仁慈啦 至少说我们买的位置 不要太差的话 基本上都还是有机会获利出啦 只是就是赚的比较少 就比较可惜一点而已 那再来我们回来看指数 技术面的部分 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重点 那指数今天 简单讲 跌破了 跌破了7S帐号的低点16994 那之前海淳有提到说 为什么这根这么重要呢 就是因为这根是带量 占回这根关键黑K的高点 那这个高点是17017嘛 既然已经占回 就代表说这个是转强的关键 红K 那在之后的这个长下眼线 也没有去跌破 也没有去跌破 那等于说是守住的 所以后来又重启这一波的上涨 可是这一次呢 就真的跌破了 所以等于说这一天开始 因为这一天外资我既然还买了不少 我们看一下这天外资买多少 这一天外资买了206亿 买了206亿 所以这一天算买了不少 所以等于说这一天跌破 等于说外资也要有认赔的心理准备了 所以等于说这一天之后 短线来说都被套牢了 同时5日10日20日均线 也重新都被跌破 那当然说算是说短线的均线 并不代表说 算是说转压是确立 但建商目前都还是在正当区间 那接下来就是要留意什么 进一步去跌破16593 因为这里再破坏 两个月的N头就出现了 那当然说短线来讲 的确指数又重新转弱 就回到一个偏弱震荡的一个格局 偏弱震荡 那有些人会觉得说 是不是说这个 惠玉去调降美国这个性贫 就从3个A AAA调降到AAA Plus 那这个部分我是认为 这个调降呢 当然说是有一定它的利空的力道存在 但是并不会影响目前的整个 比如说AI的发展趋势啊 或者是说整个目前美国经济 依然强韧的事实 那目前殖利与倒挂的状况也没有 并没有出现快速收敛 所以我认为说 这一次的修正要直接演变成大跌 以前变成崩盘 然后讲比较确立一点就是崩盘 我觉得几率是不高啦 只是关键在于说它修正到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结束 那又什么时候转强 所以我觉得这边呢 目前还是先以16500点到17000 15500点之间的这个大幅的震荡区间看待为主 所以呢 短线风险先闪再说 那后续呢 再找机会去慢慢去做布局嘛 慢慢去做布局 还是目前的看法 那贵买指数也是一样 贵买就比较弱了 因为它真的是两个月头不出现了 所以接下来要关注的就是贵买指数 到底会可以跟着加均指数重新转强 因为如果说贵买接下来一直都无法 其实前面已经有点味道了 就是一直无法跟着大盘去创高 那我说接下来贵买没办法站回季线的话 那就要留意海神之前一直说到指数之间互动的关系 如果说贵买迟迟迟无法跟着大盘去做一个强劲的表现的话 那其实要留意以后 就可能真的9月10月后面可能就会有更大的修正的风险出现 所以大家也要留意一点 也要留意一点 那当然说以加均指数来讲的话 目前季线的扣底还在很下方的地方 你要扣到1.7000点之上 形成真正的转压 可能还要一个月的时间 当然说接下来不能连续大跌 可能还要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这段时间我觉得就还是偏多看待 只是就是留意一下短线的风险 那当然台币最近也是持续的扁破新高 扁破新低 这样讲扁破新低 所以大家就稍微小心留意一下吧 接下来的盘势 那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海豚鉴上目前资金使用率 今天因为有一些破线的一个状态发生 所以海豚就是积极的降低资金使用率 就是大概目前的持股 把一半都出掉了 把一半出掉了 只剩下一半的持股而已 所以就是积极先减码 先不管明天怎么样 因为海豚常常讲 你今天不砍 明天可能有更低点让你砍 那虽然说你今天有机会砍到阿呆谷 但至少后面转强你再买回来就好 好 接下来 就看这个超导体 打开人类的新时代 那当然说 关于超导体的应用什么的 海豚可能之后 豚骨拉面或许做一期来跟大家去做分享 所以大家记得要持续收看海豚的豚骨拉面 那今天是因为是盘后的节目 我们就不太讲这么多细部的东西 但是我们要探讨的是 插导概念股到底为什么到大涨 太明、第一铜、电线、电线、电线、 非常清楚回缩、把财类的 像光阳科 为什么他们大涨 主要就是因为 这个LK99 那个南韩的这个科学家 他们这个里面呢 基本上是 含铜、含铅和含铃 所以呢 大家听到铜铅铃 如果说这个相关的东西 如果说真的做出来 那需求量会大增 那跟这个相关的原物料概念股 是不是就有机会受惠 所以呢 太明 就先喷了 就先喷给你看 今天是一架 几乎是一架涨停 今天是一架涨停 就先喷给你看 那再叫2009的 2009的第一铜 也是一架涨停喷给你看 所以这两个是最大的受惠 那其他电线电缆 那个飞行车回收 把财类鼓呢 我们也可以带大家看一下 电线电缆今天有五架涨停 那大哥滑行件是上引线的 那大雅 华融 大山 液态太空梭 风轻 这个间全部都是 直接是从低档 或者是相对不错位置 就直接拉到涨停 那这是 再来就是回收 回收也可以涨 为什么 也可能需求很大 大家市场想象的空间 不过海豚后面会跟大家解释 这是到底是真还是假的 来经历一点 这个厂 新 还有绿电 今天也都涨停 那这部分呢 海豚还是要讲 实际的状况到底是什么 因为其实这几天 因为海豚也不是 虽然说海豚材料系毕业的 但是海豚对于 超导体相关的细部 那也都是20年前 那个大学讲的东西 早留忘光了 然后这几天呢 基本上 网络上有很多人 不能说很多人 很多专业的YT 有些可能不专业 但有些蛮专业的海豚有看 他们就有针对这个LK99 这个东西去做解析 还有跟大家解释 什么超导体 以及超导体的应用 大家可以去Google搜寻 基本上有很多影片 可以去做参考 那海豚这要讲的重点就是 LK99里面 它其实是铜千 铜千跟零 三个金属 元素去弄出来的一个东西 那基本上铜的金属 基本上也只是什么 有餐 餐一点点进去 餐一点点进去而已 所以它并不是说整个超导体都是铜 那用量其实也没有大家想象中的比例这么高 那所以如果说LK99 这个东西是真的 而且可以用 可以发展到人类社会中去广泛的商业化之类的 那其实铜的用量会大幅的减少 因为你想想看现在的电线电缆都是铜嘛 铜金属为主 那如果说改为LK99的话 那等于说这个用铜的比例反而降低了 因为现在几乎是纯铜去做的电线嘛 那铜的比例降低了 那是不是等于说 旧的电线拆出来之后 会变成很多的废铜 很多的废铜等于说更加了铜 增加了铜相关的供给 那实际用的超导也没有铜没那么多嘛 而且 等于说整个状况看起来 怎么看都是铜的用量应该会大减才对 怎么看都是铜的用量应该会大减才对 所以对这些个股呢 反而应该是 反而应该是偏向利空 反而偏向利空 那反而受惠的应该是 可能是电动车之类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之前去年和前年 那个马斯克才有讲嘛 那铜的用量啊 未来十年会翻倍 可能会翻倍再翻倍嘛 那等于说未来的铜可能是什么 公 公过于 公补应求的状态 那所以超导体成型之后 出来的这些铜的供给 那时候会等于说去抵消一下 电动车所需要的铜的需求 那反而变成工需平衡 那铜价可能就不会涨那么高 那反而会有受惠于 电动车成本的下降 所以这个部分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这跟大家去做个分享 所以你要去追什么泰民 追什么第一桶 我觉得大家可能要先思考一下 第一个这是题材 第二个没有营收 第三个就算真的有营收 因为真的有这个需求 真的会轮到泰民跟第一桶 这个大家去思考好不好 这个跟大家去做个分享 好 再来就是台达电跟环球晶 他们的财报到底讲什么 那台达电法说要点 基本上就是部分基础设施 试矿仍然不佳 在通信电源的部分 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好 而是说目前这个东西 需求在后面 那目前的试矿状况也不好 因为还在去库存的阶段 好那第二点 消费性产品预期下半年的库存 去化有望完毕 有望 他还是用了有望 就是有机会去化完毕 这我们继续看下去 那2022年的EV 就是电动车强盟 贡献大概7亿元 那当然跟它的营收占比来说 是比较低的 那预计今年会翻倍 那再来目前呢 台达电在Server伺服器 的市占率大概是50% 那未来AI Server的 目前呢 这个AI Server的营收啦 占Server的营收占比是15% 那未来AI Server 也有有望抢下50%的市占 基本上是给了一个中规中取 而且相对正向的一个看法 所以台达电在AI这一块 想必吃下的版图 应该也不会太小 所以我觉得还算是非常正向的一个看法 那也符合海豚呢 之前在这个外面的节目上面讲的 就台达电可能真的是很有机会成为 台湾的第二座护国神山 那在环球晶的部分呢 就是6寸以下吸金源需求还是非常疲弱 那当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消费性的状况不好 那加上他们自己本身接下来要开出的产能 真的是很多 那再来就是下半年的需求 就像消费性中端需求部分 要比上半年挑战更多 所以大家可能要去关注接下来的 就是所谓的返效行情 感恩节行情 圣诞节行情 的这个需求呢 会不会有落空的一个问题 那第三个是化合物半导体 那这边讲化合物半导体 其实就是指第三代半导体 那这部分需求有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 那基本上 这个部分大家可以持续去观察 那相关的概念股就是什么 就是旱雷啊 夹金啊这一类的 大家可以去做观察 那当然说第四点就是还是要 不要轻心喊话一下啦 明年的整体营运呢 是有望恢复成长轨道的 那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继续去做观察 那当然我们这边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他们两家公司 最近的表现状况吧 好台打定的部分呢 那法朔过后今天其实早盘是表现还不错啦 就是还是往上攻的 但后面也就跟着摔下来了 但是长线来讲我觉得还是正向看待 那6488的部分 环球晶其实就真的一直涨不起来 这个大家也知道 因为其实之前细晶元这波很强 就为什么 就是因为那时候公不应求嘛 对不对 细晶元公不应求 然后他们要持续扩长 所以整个市场对他们的展望的状况 因为那时候说细晶元的缺口 到2024年才会补齐 结果因为什么double booking 然后需求衰退之后 本来的公不应求 本来的公不应求 现在都变成公过于求 所以对于细晶元产业要复述的 这一块的想法 我个人是觉得 举步维艰啦 可能大家还是比较期待 在第三代的半导体的部分 就大家跟大家说明一下 那他目前也是最近也是 躺在下面起步来啦 就个人就比较没什么太大兴趣 好那基本上今天分享就大家这边啦 那今天晚上有ADP就业人数变化 那当然明天还有ISEN的服务业PMI 那后天有飞龙就业人数的变化 好那先分享就这边 如果大家喜欢海豚的分享 记得按赞订阅还有开小铃铛 那至于AI的部分呢 海豚之前已经跟大家有提过了 这个修正幅度可能会很大 大家一定要留意自己承接的时间点 跟这个承接的部位的比重 那还没教海豚在生活圈的 记得稍左边的QR Code 那想参加海豚的周报学员 特别是在这波修正之后 因为海豚还是偏多嘛 那有什么值得注意的股票 还有最什么 最近要公布什么 要公布营收 那海豚新一轮的营收强势股 又会再去选出来分享给大家 就会在周报里面还有周报营营里面 那当然啦 那有好的标的有好的位置 海豚第一个一定是带简讯学员先上车的 那有需要的话 就欢迎扫右边的免费补表单 那加入海豚的家族学员这样子 好那今天分享到这边 祝大家操作顺利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 看